我希望大家在看待一些的 跟自己生活 跟自己的生活品質 健康相關的核心的公共政策的時候 我當然會希望說 你能夠聽聽看 唐湘龍是怎麼說的 我自認我不是在意識形態作祟的情況下面 就是霸王硬上公 就是你明明這樣反核 我明明這樣挺核 不是啊 而是你今天回頭去看的時候 這二三十年來 唐湘龍在所謂的 在所謂的挺核能的態度上面的堅持 是對的 好那今天 我也我也我也不知道呢 如果你 你 你患了肺腺癌 可是你又想想看自己 你覺得 你覺得 你又不抽菸 你也沒有在廚房工作 那也沒有家族的遺傳病史 平常對自己的健康照顧也都可以 可是你肺腺癌了 那唯一的問題呢 就是你不應該呼吸的 那你呼吸可能是個很重要的原因 即使世界衛生組織告訴你呢 空污呢是最重要的 致癌物 那你要不要去跟 我不是申請國家賠償你要不要去去去申請民進黨賠賠償 我覺得 我覺得臺灣應該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共識要有一個立法 就是民進黨受害者補償條例 這些的公共政策在害死人啊 可是 好你們你們你們聽我在那邊叨叨的 嗯好 有有有有聽到就好 沒聽到算了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我我覺得 我覺得民進黨在意識形態主導的情況之下 到現在為止 仍然的仍然表現出呢 航線一氣腦袋打鐵 的那種的政策的操作模式 對於自己在公共政策上面呢 選擇以及路線跟分析 跟決定上面所犯下來的一系列的巨大的錯誤 到現在為止呢 死不回悔改 我不是在在討論風電光光電了 風電光電的所所造成的後遺症 以後你就會看得到 臺灣基本上面非常不不適合發展這些東西 等到今天呢 大部分的這些呢 臺灣的地在地方空曠的地方的都布滿了太陽的能板 你以為那是時髦嗎 那是漂亮嗎 今天才在討論的生態的破壞 會不會太晚了 就是 許多公共政策討論的缺乏宏觀跟跟跟遠見 我不是說我有 我最少我努力做 那 那今天出問題的時候呢 能夠能夠能夠改都還是好的 但是呢當你航線一氣腦袋打鐵的時候不管是兩岸政策上面能源能源政策上面帶著臺灣往死路走 那 所有付付出的代價我們不應該有一個民進黨受害者賠償條例嗎 那換句話說你如果有了什麼你莫名其妙的在你身上的所顯現出來的 出來的病痛受害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都應該都應該對於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者 發行的團體訴訟 一次把告死 就是 今天呢今天在在看到的臺灣的臺灣的空品跟空污問題的時候這其中之一將來兩岸的如果說真的呢 兵凶占尾 包括了你的 你的孩子你的家人 那必須要冒著生命危險或者因為兩岸的緊張 而使你在生活上面經濟上面要付出多餘的代價的時候 你難道不會想說我們應該應該對特定的政黨 特定的領導階層打一場團體訴訟嗎 一直把他告導給告 好然後還再來看了財經數字的部分 先看一下呢昨天的昨天的台股昨天的台股收盤的時候呢跌了一百二十八點 那跌幅百分之零點八一萬五千八百零四點 再來看陸港股昨天的陸港股呢也都是收黑的 那港股呢昨天的跌了百分之零點零二跌跌三點的開低拉高接近平盤 陸股呢都都是整理盤上陣指數呢跌了百跌了八點 跌了百分之零點二七 還在三千三百點之上三千三百一十八點的位置 那深圳指數呢跌了百分之一點二一跌了比較多 雅股昨天呢 也是收紅的日晶指數呢站上了兩萬八號兩萬八千一百五十六點 那日股除了我之前講說以兩萬七呢當作是一個簡單啦 就說就是我不是看看看怎麼現行沒那麼多時間 這長時間看國際盤的時候 日晶指數呢你不妨就以兩萬七要作為一個多空的分分界 站上兩萬七呢兩三天之後呢大概給呢 給偏多看待 那最近呢再加上的巴菲特巴菲特覺得我來買 增加呢對日本五大商社的持股 增加的日本五大商社的持股呢那就有買嗎買日本的味道了哈 那巴菲特呢丟掉了台積電 台積電的買一季就把它丟了 然後呢去買的日本商社 那對對日本來講的台積電就是 巴菲特最近的這一波接受日經新聞的講話兩個重要的訊息就是 我告訴你我為什麼把台積電賣了 因為 台積電很好但是台灣很糟糕 台台灣兩個字成為台積電的最大的包袱 巴菲特因此成為全世界的以美論的代表 以台論的代表 以台論的代代表台灣呢 接接下去變數太多了 巴菲特的這個訊號我之前講過不是只代表巴菲特 而是第一個外資不會進來第二個內資呢會往外跑 大家都開始呢避險操作如果連巴菲特呢都都避險你為什麼不避險呢 那巴菲特發布的第二個日的利多呢是日經新聞訪問他的重重點就是 你對對日本的看法你為什麼增加對日本五大商社的持股 好這些呢都會能增加呢對於日本的想像想 當然你說那那 這個日本日本的日本的經濟有多好多多多好 其實看你怎麼看了因為日元的貶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最近的跑跑跑日本去玩的人多一方面台灣人本來就喜歡日本 第二個呢就就是 日元貶值 那接下去日元 我覺得 日元也貶的差不多了哈大概在現在應該在 130 附近吧對1美元附近 很久沒沒看了但是大概 接下去呢不會不會再再 再往下走了 好那歐股的部分三大指數呢都收紅 英國漲百分之0.24德國漲百分之0.78法國漲百分之1.13 好法國給馬克龍拍拍手 呃 美股 美股呢 開大概四大指數都開在平盤附近 美股的 前天呢是 是利多出 出境啊即使 出來的 CPI指數 物價指數 比預期中好 那 尤其是 PBI的部分 的PBI PBI通常的作為CPI的領先指標 就等售物價指數 作為呢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領先指標 除了 除了CPI的表現比預期中好之外 那個等售物價指數的表現 尤其比預期中好 所以 不是只有一個月 而是看等售物價的指數 的 好準 那個呢 那個呢漲幅呢 很明顯的 那 環比呢是下降的 因此 市場上面覺得 那 通通膨的看起來比預期中要樂觀一點 但昨天利多出境 但那今天早上的美股呢 就是在的在拉一波 好那美股今天早上 倒中指數呢 漲了1.14% 漲383點 34,029點 收盤 3,4 那之前有提過了 倒中指數 喝了再 再上 還是會再往上走的 S&P500 漲1.33% 漲54點 科技類股的 NASDAQ漲1.999 呃 1.99% 2 費半呢也漲 漲了0.73% 漲幅呢是最小的 好那 呃 美股漲那就看一看 呃台積電的ADR 台積電的ADR漲0.21% 87.05 那這個0.21 從 從 巴菲特 巴菲特的周末講話之後呢新聞訊息出來了之後 台積電到今天為止呢一個禮拜的時間沒有一天好過 那不管是呢非非半漲也非半跌也好的台積電的幾乎沒有一天好過 好那但是因為呢美股是上漲的哈所以一些的主要的科技類股 像蘋果漲了3.4% 微染漲2.24 那 Google漲2.67% Tesla漲2.997 Meta臉書漲2.97 好最近的大的科科技也要留意一下比如說 當你當你看到Tesla你要你要想說馬斯克的在大陸 呃 馬斯克呢在在大陸 然後 今天還在這兩天啊其實在上個月的月底的時候 華為的 華為的現在的現在的值班的 值班的總總裁值班的董事長嘛 孟晚舟 說要去美國出差 這個訊息 這個訊息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好待會有時間聊一點 好那總共是你要你要注意這些大頭們蘋果的庫克 去大陸 Tesla 馬斯克 去大陸 馬雲 回大陸 孟晚舟 去美國 在這些的大的企業家的流動上面 你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包括 基辛格 就是 台積電的死對頭英台 英條是美國的國營事業啊 我開玩笑講不過 我我認知上面就這樣子 就是 英特 美國的國營事業英特總裁 基辛格到大陸去了 半導體的重重點 Trips 4 不是包包台灣嗎 基辛格去大陸幹嘛呢 手足兩端啊 就這裡面有有些人很噁心 但是呢有些人的移動啊代表了重要的 國際政治的訊息的流動 那 你能不能看得出裡面的含義 孟晚舟去美國 孟晚舟如果真的去美國 去出差 你想說你不怕 你說好不容易把你救出來 你你你不怕 你還要去啊 孟晚舟這個時候去 不管他的嘴巴上面怎麼講 中美之間如果沒有談好說孟晚舟 到到你那去 我就再試探你一次 你抓你抓不抓 你會不會動動動動動手動腳 因此 孟晚舟如果真的去美國出差 那就是 中美之之間 進一步和緩的重要的訊號 那那個重要的訊號 大概就更合理的解釋了 蔡英文的在過境的時候所受到的壓抑 以及呢環台軍演了的過程當中 台灣的明明備受打壓 幾乎呢失去了在台 台灣周圍的 海洋上面的許多的主權象徵 都被呢解放軍 都被大陸的直接一把給沒收了 而美國方面近乎沉默 然後 在台灣的內部關起門來 還要辦party 要為賴清德要為蔡英文辦party 你們瘋了嗎 你們看不出來台灣 就快要被賣完了吧 但是 你說美國挺我 孟晚舟如果說 如果去美國 安安心心去安安心就回來 那個那個背後的訊息量之大 你就自己慢慢品 那 台灣 當所有的企業家 我說了就是重量級的企業家 都帶著鈔票技術本人親自登陸 去招商去談合合作 你可以說的他去親中 去去舔供 可是當你看到 這些人排隊在舔供的時候 你不覺得 你你你不覺得 那個背後一定有有有什麼原因然後你也想伸伸出舌頭去舔一下嗎 我不是鼓勵你舔 因為 有的時候是舔不起 可是當這些的大企業排隊舔供的時候 包括了全全球的大國 許多的次強權 都在排隊去舔供的時候 台灣的表現的就是說呢 這種的大義 凜然的 這種的 郁傑兵兵卿就不舔 我死都不肯舔 我舌頭呢就算斷了我也不舔 我不知道啦當然這個是這是一個陣子 選擇我只說 起碼要讓 要讓台灣的老百姓知道 這些的現象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以及你在台灣所接收到的大量的新聞訊息 不只是把你帶偏了把你帶到了死胡同裡面 好 那 來因為星期五的時間 油油價現在顯示說是不調整 不過 我估計還還是會調一點 因為 因為油油價最最近的 又有一波的波動啊 那 呃 稍微看一下好了 比比特幣 過去二十四小時 又又又佔上三萬美元了 那油油價 北亞布蘭特原油86.23美元現在 那紐約清源油呢 八十二點三六美元 現在 那油油油價 油價在呢 在拜 拜登 在拜登的 試好了之後 像 像 MBS 試好了之後 我認為拜登呢 會去向 沙特呢 稍微的低頭 對原因就第1個他被嘎空了 在油品的市場 被嘎空了 就是今天 你美國的戰略原油不 不不補是吧 不補就繼續嘎 我嘎死你 那 你知道戰略原油 他他基本上是有強強制性的 那美國呢只是想要趁空檔 真把油價打打下來 就高檔的時候呢 清清戰略庫存 把戰略庫存在高檔的時候賣 賺一筆 然後想說呢然後我用呢 用政策性的動作 政策性的動作 把一把的國際的打下來 打下來在在低階 其實 那個動作很遏止 那個動作很遏止呢就是 美國呢在操作油價 然後呢在割了全全球的用油國的韭菜 因此呢之前在高檔的時候把把他的這個戰略的除了倒 到了到了之後呢 然後呢 就開始呢 創造許多的就說政治談論 跟了政策的利空 要要把油價的打下來 要定定了油價的上限 對 你憑什麼定上限 但是呢那個定上限呢 好像對油價就造成了短期的打壓 再加上的國國際的經濟呢 勢頭不好 油價呢 確實就往下走 好但往下走呢 本來想說 哎在低檔的時候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 我就願意補貨了 我空空手我蠻蠻蠻手機就在底下等 等著要接了低油價 但是呢 NBS不一了 OPEC PLUS呢 兩次 兩兩次的就減產 把油價就給撐上去了 一次撐到七十美元之上 再來就撐到八十美元之之上 我如果呢再減產 大概就要撐到九十美元之上 而OPEC PLUS釋放出來訊息就是 我認為適合的油價在九十美元 以上 那就看你美國一不一啊 再加上 中東的媒體呢 上個禮拜呢釋放出 釋放出那種 NBS私下呢 私下不久前私下呢 對自己身邊人講 講說 我再也不想的取悅美國了 好這句話 聽到了之後就 對美國來講 他不取悅我了 取悅我不就是他的他的 他的神聖的天職嗎 沙特不取悅我 那還活著幹嘛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從美從美美國的角度來講 一個 美國美國的基本上面就是 侍從而交啊 長時間的覺得 大家 怕美國 美國 哈美國 奉承美國 取悅美國 是 是當當下的全球共識 大家就應該這樣子對美國 所以美國呢走走到哪呢 都都都是呢 指高氣揚的跟他的這個 就是說呢 戰衛兵的路 陸戰隊一樣 那個呢 下巴呢要稍微呢 台台起來3030度 好那這種的 這種的味道的當然這兩年其實整個的國際的 氣氛當中改變最大的就就就是那那那種 那種我不想再取悅你的累了 那 可是 有一些國家講這話 美國呢 可以當當沒聽到無所謂 你是個什麼東西啊 你要你要取悅我 你排隊排很後面我根本看不見你 可是如果像是呢 沙特 NBS這種的 急速的 如果透過中東的媒體放話說我再也不想取悅美國了 那美國呢 就不禁的倒吸一口冷氣呀 就覺得 這個人要放棄他神神聖的天使 以及我賦予他的獨特的 每天的取悅我的特權 他竟然不取悅我了 好 這些呢 大概都都是呢 國際政治當中來講的 看起來 不是 最核心的議題 但是 他都在告訴你呢 國國際政治的氣氛的那個流動 他 越來越呈現了那種的 情緒性 所以 某一些的領導人的講話背後的那個 情緒 可能呢 對當下的國際政治氣氛的捕捉來講更重要 好來 那 咱們 咱們 聽 台紫棋的夜盤忘了跟大家講 好那台紫棋的 夜盤漲75點 15891點 手盤41494口的成交量 那再過5分鐘之後呢 台紫棋開盤呢 再把最新的台紫棋開盤的情況的提供給大家 來回頭來 咱們的聽 哎呦4700在我們現在怎麼了最近大家的起床都比較早啊是吧 是 嗯 沒有啦我開玩笑的啦就是不管你在哪裡這個這時間 這這這時間的能夠能夠能夠的進到的非得倫波王的非得早早餐 那我都 我都很感謝 張顯蒂 張顯蒂在 遼寧 蓋縣 蓋州 好早安 然後 再來 什麼什麼什麼這個什麼 永 呃 永唐 德他什麼 唐教龍你說的是你的心 一些心聲 好來咱們聽朋友在哪裡 嗯 說到 哎對 忘了忘了那個 今天 禮拜五哈 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 待會兒呢 待會兒九點半鐘 蔡正元 蔡真博士 正元 在龍龍琴天下 那來陪唐教龍好了 啊 今天中午 十二點鐘 十二點鐘的 風向龍鳳佩 在雅虎平台 今天的風向龍鳳佩是來賓 是雷倩 跟阿亮 好那雷倩來我們就特別開一些 跟一些國際經濟國際金融有關的議題 那 讓雷倩的好的發發會一下 好那最近 呃 持持持持持很很久了哈就說雅虎平台上面的風向龍鳳佩呢雖然 雖然風你和我在那邊就就是就一個禮拜就一小時的節目了 不過那個小時的節目 呃 不管在雅虎平台上面或者是在YT平台上面來講的都 都有很好的點閱率當然來來賓的表現的是非常好的 好跟大家預告一下 歡迎回到飛雷波浪飛的早餐 我是唐彤佑龍 我把這個剛提到孟晚舟我我在講說孟晚舟呢 因為孟晚舟第一個他是輪職的董事長 第二個孟晚舟如果到到到美國代表的中美關係當中來講一個非常 我不相信孟晚舟呢是在沒有的經過確認就就是 我可不可以來美國而得到美方非常清楚 的訊號說 來吧 如果沒有這種的這種的 條件 我認為孟晚舟不敢去 哪怕連加拿大他都不敢去 人不要說呢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草神 孤然孟晚舟的小孩啊家人的也還能在在在那 不過他本人不一樣 尤其他是華為的華為的輪職董事長 我還記得去年 去年的 十月吧 也就是 習近平和 拜登 在眉來眼去不斷的在討論說 拜拜登每天的對著對著空空氣除了握手之外呢他也會對著對著空氣叫習近平我愛你習近平我要見你 拜登每一天的就是你看 習近平最近在忙什麼我我覺得 我覺得以習近平的年紀來講就說最最近 嗯 要好好的好好的注意他的他的手手腕 的健康啊因為比如說唐家樓 打打電腦打打多拉抓手機抓抓久 尤其你抓手機啊手機用久抓手機抓久的人 你很容易會有碗碎到症候群 什麼碗碎到症候群就是 就是手會卡卡卡的尤尤尤尤其會出現板機指 板板板機指你知道啥意思嗎好你不知道沒沒關係總而言之呢就就是 就是手好像誰隨時呢都像是扣板機一樣 就是板板機指然後當你要把手張開的時候你就會卡卡卡 好那 因為習近平最近握手握太多了 那為什麼要注意手腕呢因為握手握太多就像 台灣的政治人物比如說 民意代表 要選舉了 啊到到到處去拜訪選民啊每天的跟跟選民互動啊握手握手鞠躬哈哈 哈腰 所以呢大部分的 這些的民意代代表 穿衣服的時候呢裡面的一定的有一個護腰 當民意代表當當久的職業幣 你看不太到的 有的是聲音好比如說 阿寶賴是寶 阿寶的阿寶的聲音固然啦 然後他說可能遺傳了等等但是我我覺得跟他的 跟跟跟他作為民意代表的多少是有點關係的 這些都還是表面你看不到的是大部分的民意代代表的 腰都有問題 因為 鞠躬 而且那個鞠躬啊大多數啊你要要有誠意啊要舉的深一點 不能夠光光是點點點頭啊 鞠躬啊因為點點頭沒有誠意 所以這種的鞠躬鞠躬局局久了之後啊腰我告訴你不用不用很很多 你呢一天的幾十個你幾天下來之後你就發現你的腰的出問題你腰椎就出問題了 所以呢大部分的就會就綁護腰你看你看看不見他不會綁在外面給你看嘛 第二個呢手經常都有問題 他不是 他不是中風啊就是 握手握久了之之後啊 那個呢那個手的那種碗碗關節的就容易出問題 好所以 因為這種職業病所以我看到最近習近平握手握太多了 要小心啊這到到了這這年紀的時候呢 做的做六旺七的時候我握握手這麼頻繁 每天的排隊來跟你握握手 魯拉的魯拉 八戒總統來 不是不是只有他一個是一飛機啊 當時習近平不會一個一個握啦 可是你好歹總要握幾個吧就是在那第一排的魯拉魯拉的點點名叫在叫出來的要 要要要要跟你呢見面的 然後要拍個照的覺得哎我跟了我跟那些習近平呢 拍過照的那些站第一排的你總要握吧 那個握完了那個也 負擔也很重啊 但是你相對來講的拜登就就就沒有這問題拜登都是空氣握 拜把拜登握的是空氣所以不會傷害到 所以呢拜拜登甚至他還有力氣呢去把呢去把呢英國的首相的蘇納克推一遍 那個那個動作非常有意思 呃他反應那個火頭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 第一個拜拜登的腦袋的鐵鐵定是又是有什麼問題 第二個 蘇納克 的 呃 Identify 太太太太難了就是 識別太太困難了 因為 對拜登這樣的一個老先生來來講身邊的出現了一個印度裔的蘇納克在英國在他呢去英國英國訪問的時候 然後 拜登的眼眼睛的眼睛的看到的是呢是是查爾斯國王可是蘇納克呢卻在旁邊想要能介紹 結果呢被拜登的拜登這樣這樣手把各開 我覺得 就我要是 我要是英國人 我就 我就 捏什麼東西就就自殺了 那 蘇納克被推當因為蘇納克個兒個兒小 歐洲的反正 那種的政治政治八卦呢 指引的就是 蘇納克 馬克龍 到底誰比較高 那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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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不不 其實這這之前大家在 在最關注的是 哎今天呢終於可以檢驗一下了 蘇納克跟澤倫斯基到底誰比較高 每個人呢兩個人呢都吹吹吹嘘說呢有170 可是呢站在一起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差距啊 所以 不不止兩個人的可能都沒有1170 而且看起來都說謊 在西方人的角度來講當然個兒是偏小的 可是呢拜登呢 要不然就是握空氣 那要要不然呢就是對著空空氣隔著太平洋的大大大聲的叫習近平我要見你習近平我愛你 好吧呢 話說說回頭我是說去去年10月的時候呢 拜登的每天早上就就對著呢太平洋叫了快一個月 好那到了11月的時候呢終於呢跟習近平呢在巴里島見了面 那就去年的習拜會 可是去年10月的時候呢 我記得是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有一篇的文章呢就在就在就在討論 討論中美關係他是討論中美關係啦但是呢其中裡面就談到了孟晚舟 他說 他說中美關係的急劇惡化 就是從孟晚舟被抓的那一刻開始的 好那 因為去年 WSJ 就是 華爾街日報 的那篇的報導 那個認知並沒有問題了 就是中美關係的急劇的惡化呢從川普上來 特朗普上來 狀況就就不好 2018年 特朗普開打貿易戰 尤其 用 起訴的方方式 要求呢加拿大 你幫我把孟晚舟扣著 我要引渡他 孟晚舟就被軟禁三年 那那個是中美關係惡化的開始 一直到呢 美國跟加拿大 終於忍不住了 把孟晚舟的當個屁一樣放了 孟晚舟的回來了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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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場景 那個氣氛 大家記得 並不是孟晚舟多重要 而是 他成為中美之間 因為身上是華為 因為他是 任正非的女兒 他現在是華為的輪子 主席 那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扣住呢孟晚舟 而孟晚舟在那段時間裡面 也非常成功的 運用了鏡頭語言 讓 那個世界 幾乎每個禮拜的都會看到孟晚舟 而都會看到孟晚舟 他表現出了他的 中國女人的優雅大方 就是 粗然靈之而不驚啊 那種的感覺 就是OK我腳上的帶帶著電 電子腳料的 我也不遮了我讓你看嘛 腳料呢 電子腳料呢 就就就就在我我腳上 不管是出出庭 或者公開曝光 沒有那種的那種的 邋遢啦 沮喪啊 等等的氣氛 連鏡頭當中 你要聞焦慮都很困難 孟晚舟在那個事件當中 將近三年時間的公共鏡頭的 語言是非常成功的 那個呢不止是他個人 而是 即使華為在被打壓不會死 其實孟晚舟的表現 他家大大的強化了華為的品牌的 說服力 好了既然 中美之間的關係的極速惡化 像華為街日報講的是從孟晚舟開始的 那這個時候孟晚舟 再去 在 剛從呢 獨舌窩裡面出來 現在他又又要又要進去 中美之間如果沒有很好的默契 不太可能 所以孟晚舟這個時候去 不是怕不怕的問題 而是背後的那個政治鋪陳跟政治的想想像 他這個時候去啊 那就表示 中美中美關係的小陽春是確定的 中美關係小陽春是確定的 同樣是 女生 蔡英文去的時候以為風光但是急急起暗電被被受打壓 同樣是女生 華為的孟晚舟 這個時候仍然敢去雖然呢看起來呢是業務是出差是私人行行程但是孟晚舟的亮點卻會非常非常亮 我說同樣是是女生 孟晚舟跟蔡英文 一前一後 在美國 的那個感覺以及背後的政治邏輯是完全相反的政治邏輯 好那 華為現在 就像 巴西總統魯拉 巴西總統魯拉這次進來之後呢先進上海 他他不是直飛北京先進上海 他下來了之後呢 他的第一個行程 應該是第一個吧 他就華為 剛講孟晚舟我我這個這這這不是 這不是關關版的訊息我只是 在看看這東西的時候 我我把包在一塊就是剛講孟晚舟然後魯拉呢也就看華華為 華為到現在為止呢在5G的商用市場裡面的占比仍然是最高的 那 魯拉的下飛機的第一站如果去看華為 華為華為秀的當然是先先進的通訊 電子技術 然後 高端的手機 以及 未來的包括的 電動車自動車 華為不會只做電動車啦 華為既然他是在5G的系統當當中 他一定是希望將來呢是 自動自動車自動駕駛 那魯拉來看 這個呢對美美國來講的當然是一個 超不爽的雖然雖然我也沒有打算的在華為身上的在在做什麼文章 可是我打壓華為呢華為已經的被我壓得快喘不過氣了但是並沒有死 那你魯拉的去看華為是啥意思 我坦白講就是我就魯拉聰明 魯拉聰明並不是因為說呢他今天去親中他去舔共 跟唐江龍一樣去舔共 我沒有我沒去了 其實在疫情那時間我都沒去 大陸的朋友啊這些這些 叫叫叫叫叫叫我還是還沒去 很難呢 好但是不不管怎樣就魯拉 巴西總統總統魯拉呢 去看華為聰明我說聰明的原因是說 任何人都都知道華為沒有沒有死 任何人都知道 華為算在美國的打壓下下面 然後呢華為的手手機確實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可是在5G的專利跟技術上上面 你看到華為最最近的開始在告一些的台資的企業台的台資企業的稍微省小心點 就是中國大陸不是只有 只有貿易壁壘調查 而是中國大陸的企業 他們現在呢對於專利權的專專利戰已經 有準備了 有信心了 在過去 跟台灣不太計較的時候呢 連企業界的都同瞻 伐喜算了吧 兩岸兩岸之間以和為為貴 大陸的企業呢 用專利的這些的門檻 用專利權的這些的地雷障礙的去 去去掐掐住台灣的科技業 就就算明明的我感覺到你清清權 你少付我權利金 但是呢我忍著 就是以和為貴 在這個世界上面 你你的企業發展到了一定的極速之後 你不能沒有政治Sense 所以大部分的都會 多少會有點政治考量了 可是 華為並沒有死 華為的華為在技術在專利上面了來講 仍然在那相關領域裡面的遙遙領先 好那因此呢 美國對華為的打壓 就為許多 想要呢 物美價廉 就是不要花太多錢 但是就能夠取得了 尖端的通訊 技術建設的基礎建設的 這些國家來來講 那就是等於是開了 開了開了一扇窗啊 就是 美國對華為的打壓 憑空的創造了一個 一個物美價廉的 商品 就是華為的產品 你想華為如果說呢沒有受到打壓 今天他大概是地球上面呢最強勢的通訊品 包括手手機品 你可以想想見如果說二零一八年之後華為沒有受到打壓 你就讓呢讓讓原來的原來的二零一八年的 那個呢全球的商業秩序 能夠reset重置回二零一一八年 三年的時間 華為絕對是今天地球上面的打趴 甚至於呢包括 Samsung 那更不要說呢他的這些的5G的競爭對手什麼 Nokia Arizona 什麼東西啊 那基本上面呢都只不過是 都只不過是美國在打壓華為的過程當中的讓他們稍微可以續命而已 好因此呢華為本身 華為本身呢被打壓但是呢不會死 因為 因為他的技術條條件跟他專利權以及他研發上面的投投入 他一點都沒有僥倖啊我覺得對我所理解的很有限的這這些民營企業來講 華為今天的存存活力毫無僥倖 就算中國政府不幫他 華為也不會死 可是呢市場上的打壓 讓華為的今天呢不是地球上面最強大的 通訊品牌這件事情 我如果呢正式呢希望的強化我的國家的通訊的基礎建設 那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 我不找華為我找誰呢我都知道笨笨的 去找 Nokia 去找Arizona 去找什麼什麼 那些呢第一個 技術 含含金量跟華為差太多了 第二個價格本來就比華為高 經過打壓了之後呢更離譜 我何必 因此除了在華為身上做的政治文章之之外 華為的大力多來 跟我一樣 商量跟華為相關 成縫 你 來自我